一对夫妻突然莫名失踪 父母双亡 为何儿子对已逝的父亲心生怨恨 原亲不如敬临 却又为何反目成仇 警方寻现追踪 真相大白 背后的原因出人意料 引人深思 罪恶一瞬间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2010年2月6日 正当大街小巷都在张灯结彩 西营即将到来的五年春节之际 在山东省莱阳市团望镇 北团望村的上海 却飘荡着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与节日的喜庆气氛 显得如此格格不入 这一天 按照当地风俗 赵某夫妇的一对儿女 即便死去的父母 在父亲的遗像前 赵某一对儿女的心中 既有着悲伤 更多的却是烟痕 我像这一阵的一阵一阵ання 还多风险 你为什么女的风 你为什么大人 л浊阙感觉 你怎么这么急的呀 为什么一对儿女会对死去的父亲 有着如此强烈的怨恨 为什么儿子会把母亲的死 也归罪到死去的父亲头上 这一切还要从几个月前的一期凶杀案设计 2009年9月8日下午二时许 山东省莱阳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一起报案 乘团望镇北团望村村北池塘内发现两具尸体 两人被尘世水塘 案件的性质不言而喻 莱阳市公安局的民警们火速赶到了现场 莱阳警方训急成立专案组立即展开侦查工作 经现场勘察初步判断 池塘只是第二炮尸现场 专案组未能从编织带尸体衣物上提取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找到第一现场和湿源成为破案的关键 巨星确定了以车为中心 展开了调查 同时地躺式的以村庄为中心 想周围的村庄 山沟水库顶搜索 在排查的过程中 专案组民警了解到 在此前几天 北团望村村民赵宏姐弟俩 曾向当地派出火报案说 自己的父母失踪了 至今下果不明 据报人赵宏讲述 9月7日晚上 他和同在外地打工的弟弟 给团望镇北团望村的父母家打电话 却怎么也打不通呢 当时我弟弟说打不通 我说怎么落在通话当中 我说后相是跟我姨 你把他跟姨的人上留词吧 然后给我姨打电话 说电话 说我们打电话 不但父母亲爱的父母亲爱的父母亲爱的父母 不但父母没有给赵宏姨家打电话 报案人的姨妈还说 前一天就联系不上赵宏父母了 他们然后就在那儿说 说昨天就是居住在那儿 居住在那儿吧 居住在那儿给他们打电话 也没抓着他们 这不就这么了 然后就在村里边吧 就跟爸跟妈听后来吧 找他说去看看吧 去看看 然后说晚上就关门了 所以以后也没用开 以后我开始说好像是睡觉了吧 我说那个 我说你回去得看看吧 看看 然后说家门就藏开了 就藏开了 然后我感觉不到 隐约赶到了不安的姐弟俩 连忙赶回了老家 打工回来以后 发现家里姐妹 也没上锁 这个带着书籍就在家了 而且摩托车 电动车就在家了 家门被锁 代步工具也不在 这证明父母并未出门儿 是不是串门去了呢 姐弟俩四处寻找 然而一直找到凌晨 村里的人以及亲朋好友里 却没有一个人见过他父母 两个活生生的人 就这么毫无征兆的突然不见了 而随后池塘里发现的这两具尸体 难道就是失踪者 中安组立即带领赵红到现场辨认 确认两名死者正是赵某夫妇 失踪的赵某夫妇终于有了下落 但是他们是什么时间遇害的 又是什么人 什么原因 使得他们死于非命呢 据报案人赵某回忆 他的父母有个习惯 有一个习惯就是出门落索 只要是他们从家门出去 大门口 大门口上落索 肯定锁上的 然而报案人赵红姐弟 却清楚地记得 当他们俩回到家时 家里从室内到室外 两道门都没有上走 这一反常的情况 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究竟是出了什么事 能让夫妻俩连家门都不锁 就匆忙离开呢 那么跟赵某的 家的夫妇的活动情况 他就是很有规律 他生活是很有规律 每天可以指他老婆 每天可以送他老婆 专案组走访中了解到 因为女受害人腿脚不利索 每天都是由丈夫接送妻子上下班 9月6号的中午 赵某呢 就没有去接他老婆 没有去接他老婆 而且他老婆后来就自己回到家里 上那个样子当时的判断 我们就非识 而且下午赵某的老婆就背负厂房打电话 打这个随着打这个赵某的老婆的手机也没打通 一开始是没有认识 我两个打 而且下午呢 这个赵某的老婆也没上班 根据这个情况 专案组分析判断出 案发的时间应该在9月6日上午 也就是说 赵某之所以没像往常那样去接妻子 是因为他当时很可能已经遇害了 而赵某的妻子应该是在下班回家后遇害的 一个人家里并不富裕 他儿的位置 要不他在探了铁头上 这个请向于抽房门引起来 那么顶售了以后呢 这个范围 那么自动案件 流窄的案不可能 那他们的遇害地点又在哪里呢 两人是在同一个地方遇害的吗 是否存在两个案发现场呢 我们就把这个顺走地线厂 作为一个工作的重点 这就是派他这个锚盾了 把派他这个社会管理官 社会锚盾 或者包括撑杀 抽杀 还有青菜 这些工作 就作为一个重点 专案组迅速调整侦查方向 一是安排寄证人员 对被害人家中 以及周边进行细致的现场勘察 二是对被害人夫妇的社会关系 展开调查 三是继续展开 以北团望村 向四周辐射的地毯式模板工作 绝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在我们这个派他和在他的某派社会关系的调查过程当中 应该这个村民反映 扶持也得策 这个 预边也没有解除的成果 预边也没有什么某点纠纷 和纠纷的邻居都比较和谋 既然被害人赵某夫妇并没有和人结下仇怨 那曾让专案组怀疑最大的仇杀的可能性并不到 命案盘来另有原因 台武应该是没发现一个讯息 假的物品 北方都很整齿 很显然 凶手也不是冲着钱财去的 难道是天将横祸 使得赵某夫妇命丧黄泉 而是从我们两个情况下 他自有和外界联资和自己的资女 而没有和其他能力 社会关系也不复杂 也没有什么喜悦 所以说我们判断了 流窜作案的坑是很少 在此村庄所处的位置 也跟流窜作案的坑是不大 仇杀 情杀 流窜作案 这几种可能性都被专案组一一排除了 眼看侦破工作即将陷入僵局 专案组又仔细梳理了一下 案发以来收集到的信息 综合这些信息 专案组缩小了怀疑圈 认为凶手与被害人比较熟悉 并且这个案件第一现场应该就在团望村 甚至有可能就在这个死者的家里 于是侦察人员重点围绕 受害人家中及其周边 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勘察 终于一个最不可能成为嫌疑人的人 纳入了警方的视线 纳入了警方的视线 学生人不过去这个位置 他东边应该是空房的标注 在这后我就是住了一个 就是在现在现任这个森房林的家 我们在这个对方过程当中 就在这个东边一个空地的地方 发现应该有一堆草被焚烧了 专案组发现 被害人房屋周围仅有一家邻居 住户名叫孙芳林 而正是这个孙芳林家 东面空地上有草被焚烧过的痕迹 且有新土掩埋的迹象 这引起了侦察人员的高度解决 带着这个疑问 技术人员虽对此处 进行细致又细的砍验 终于在一个小石块上 发现了血迹 并且在附近的墙上 碎砖石块上 隐约有喷溅的血迹 经过比对 这些血迹就是两名受害人的 由此可以判断出 被焚烧过的空地 就是案发第一现场 这个抛丝现场与阀线长 终结于几条小石的闪道 再一个就是这条道比较快 我们睡得这几条道 技术人员员一定有点手术 有价值的线索 比如说血制或者是运输工具 这条道比较快 我们在手术过程当中 也看见以后在旁边有个抬头 这个抬头以后 我们到时候非常的兴奋 这个抬头如果说 凡座线业影 从这个套走 不管你什么叫什么运输工具 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个凡座线业影 原本想借助这条路上 唯一的监控录像 解开真凶的面纱 但没有想到事与愿违 但是呢 这个抬头 我们找到主意 一看它又没录 所以说对我们的工作 一走势很大了 意外的发现 也就这样意外的放弃了 但这并没有使侦破工作停顿下来 专案组决定 以案发现场为中心 搜集线索 那么我们生的这个血脂 对往外扩大范围的试验 就发现 这个徐恨影这个后领队 生防领阁 包括这个 地霉 还有面壳的底面上 有微量的血脂 专案组迅速提取血迹 做DNA 但专案组了解到 在赵某夫妻尸体被发现之后 孙方林就已经离家 不知去向了 这更加重了 专案组的怀疑 难道他是作贼心虚 畏罪前逃 因此专案组对孙方林家 进行了秘密侦查 通过秘密证查 秘密搜索 发现了 一路呆子 还有绳子 与 赤套里面 捆绑 死块的呆子 和这个绳子 伤了一丝 两天后 DNA鉴定方面 也传来了消息 在孙方林家 发现了血迹的 定义数据 这个与这个 两名血迹 失踪讯 就是这个 数据 相符合 受害人剪裁 与现场遗留的血迹 DNA将一致 警方的怀疑 成真 孙方林 就是酒吧杀人案的 重大嫌疑人 警方决定 立即对孙方林 进行追捕 然而 命案在身的孙方林 此时逃向了哪里 他又为什么要对 朝夕相处的邻居 下次捕手呢 在确定孙方林 有重大作案嫌疑之后 专案组立即对孙方林 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查工作 希望查明孙方林的 杀人动机 找到抓捕孙方林的 突破口 通过我们检查 孙方林应该是 93年的事件 与其辞职 离婚 离婚以后 一次再度拒绝 我们了解 这个孙方林 跟这个学生 梁家的这个 关心来讲 词的反应 梁家关心 一致 就是很和谐 特别是 没离婚之前 据村里人反映 不管离婚前 还是离婚后 孙方林和受害人 两家的关系 还不错 平时并没什么矛盾 甚至赵家还可以说是 对孙方林 照顾有加 他们离婚的时候吧 跟父母关系 都很好 你就相当着活 自从离婚以后吧 毕竟她远前那个媳妇 她远前那个媳妇 把甘母亲 就停活去 然后离婚之后吧 再也没有孙方 类王 这就更让人费解 无仇无怨 孙方林怎么能对 一贯照顾自己的人 下次杀手 被害人赵某夫妇 怎么就招来杀身之祸 走访中 村民们反映 犯罪刑医人 孙方林 常年在外打工 性格孤僻 与村里人 基本没有来法 对我们了解 孙方林 这个人呢 非常孤僻 非常临死 而且呢 社会也很少 村民们都不知道 孙方林打工的地点 只见到她 每次回家 都是骑自行车 这是她唯一的交通工具 而她与外界的联系 也非常少 从家里找到了一部手艺 她四五月份用过一部手艺 以后再没有 也都没有离开来 面对这样一个独来独往的犯罪嫌疑人 无疑为抓捕行动 评添了几分难度 然而 专案组成员心里都明白 如果不能及时将犯罪嫌疑人 绳之以法 就不能及时消除社会影响 将来 犯罪嫌疑人被抓捕的时间 也将是遥遥无期的 但茫茫人海 要想抓住一个 身负命案的潜逃者 谈何容易 专案组又对孙芳林的日常活动情况 进行了调查研究 我们就研究 她的意思 活动情况 发现 这个孙芳林 尝试也 这个 应该 得 成去 来让成去活动 而她 外出的最后 最后很少 专案组对摸牌上来的信息 进行了全面的综合分析 我认为她这里有了 这个 圣根 特点 她本来有外界 这处就很少 不过她本身的 也就这处少 而且她在我们 之前去调查 她几乎应该说 没离开过来 她跟外边应该说 没有 从没留意 从应试外边来 应该没有 引核联系 再一个 她本身 她自己 本身 这个 经济内边 就很少 就是 从没 觉得 许里应该没欠 欠头的 许里应该没欠 所以说 她不应该 不具备 离开那样的条件 专案组认为 犯罪嫌疑人 孙方林 独居在家 社会关系少 无收入来源 经济能力弱 外逃的可能性不大 于是 专案组 再次大胆设定 把抓捕 孙方林的重点 放在了 来阳本地 所以我们确定了 我们这个 抓捕 孙方林的 重点区 还应该在 以来阳城 以来阳归住 根据这个思路 专案组 立即制定措施 展开了 大规模的 搜索行动 你看啊 这个人 在 以前拜承 你用于见过这个人 可以用于到你 第二个人 没用 你能想到我 他可以一定 说出来 一个是我想讲到 我们地产室搜索 对主要的道路 储存的道路 这个封锁 同时呢 我们又 广泛的利用 现在的政策手段 和传统的 政府的模式 想结合 利用我们的电视台 报纸 广播 网络 我们还利用 手机代信 可以说 这些措施 为抓捕孙方林 布下了天罗地网 只带协议人 落网了 然而 孙方林 何时才会露面 专案组的举措 能否起到作用 利用加息的 线索 也是 我们的一位群众 从我们塞法 通知令上 看到了 反正先生的特征 在 9月12号 上午发现了 孙方林 在燕台 九中附近 出现过 9月12日 清晨7点 在接到群众 反映的线索后 专案组 立即启动了 紧急预案 我们指挥中心 扁平化的指挥 迅速的 利用三种的 派行方式 指挥 所有的处境待位 对城区的13个路口 周边的9个路口 这项封锁 我们这种三种方式 一种是变化派行 一种是 350兆的派行 一种是 网络的派行 可以做到 两分钟派行 缩达了派行的实验 在正常的实验 赶到了 卡口和 国家电影 专案组 通过这三种 派行方式 及时吐动了 100余名警察 对来阳城区的 13个卡点 和周边的 9个卡点 进行封锁度 组织 组织对孙方林的 搜捕工作 很快 民警们就发现了 孙方林的踪迹 当时在纠结 20万个月 我们开车 也五龙南路 向北 巡逻到快到 来到农航路口去 因为对两边的 对两边的行业 不断了 插开 就开到 在对面影响道上 距离到一百米左右 有一个 起了自动性尺的男的 他起了自动性尺 长得非常快 特别注意了 一下 警惕的侦察员 一眼就认出来 这名骑车男子 就是孙方林 为避免孙方林 狗机跳墙 再次行凶 民警们并没有 立即动手 而是驾车 紧随其后 我们来驾车的话 把它打到 把刀进来拿起 后 最速达去 这个局限权 都是这个人 真心动材了 我跟师妹 都拦一下 好 随便 别拦好了 好 听我这个 驾车 下嘎的这个技术 开车 驾车扣进这个 切子行材的这房间 让他尬倒在路边 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没听他 扯 当时轻患了 这次酒吧特大杀人案 成功开通 仅用四天时间 庄案组就将犯罪嫌疑人 孙方林捉拿归案 凶案的真相 即将大白天下 更让庄案组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孙方林杀人的起因 却是如此的 不可思议 杀人凶手 居然是十几年的邻居 这一消息 更加刺激了 悲痛中的赵家姐弟 他们想不通 都说 远亲不如敬临 更不用说 孙方林 平日没少受自家的关照 为什么 他会对自己的父母 下这样的狠闪 为了弄清楚事实的真相 庄案组长胜追击 第一时间审讯了孙方林 根据孙方林的交代 2009年9月6日八十旭 因为两家房屋道路旁边 有一条小沟 赵某找上门来 指责是孙方林挖的钩 而孙方林 拾口放肯 孙方林 我从这里都正在国民 如果在窗户 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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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说往外拉 回来 人上厕所 哎呀 妈 你怎么也不简单的呀 咱俩说的没有好处 我咋你个别啊 她那大伙子 她比我帮忙都没别啊 咋你个别啊 孙芳林当时很上火 感觉到虚恨你这点欺负我 这事不是我罢了 你不要说是我罢了 一直去回家 拿了一个爪头和学生打起来 两人就因为这点微不足道的小事 发生了争执 继而刺打起来 我把我人上来 在外面回家 我起来我上来 你人家说还是给你们不让拉 你都扑上锅 然后再拉我打 我没说不得要 不得要 那我就打 我等一下抓了我就 外下打 打他 像人一时光红 我表哥在上火的样子 光神吵下去 吵下去了 吵下去了 我就卡 就打了 当时我生死了 当时我打了 我生死了 你这话 怒火中烧的孙方林 完全失去了理智 他用锄头 连续朝赵某头部打去 赵某当场死亡 这个时候 孙方林才似乎清醒了点 然而大错一注成 接下来该怎么办 此时的孙方林 虽然意识到自己犯了罪 但由于不可挽回的 绝望的心态所支配 怕事情败入 便产生一不做二不休的想法 又生起杀死赵某妻子的恶劣 于是 孙方林将赵某尸体 托入家中藏匿起来之后 又做好准备 静待赵某妻子下班后回来 12点左右 大白天下 谁也没想到 引发悲剧的原因 竟是如此的微不足道 事实上的孙方林 原先与他前方林与死者之间没什么矛盾 也就是说这个案子 他没有什么预谋 竟是因为 一点小力 这里给我路道路的 道路 有个小沟 双方互相指责 你 使对方造成 接着发生了矛盾 我挑一组织 所和所和 原亲不如近邻 原本孙赵两家关系不错 却因为孙方林的意识冲动 使他现实生活中 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矛盾 成为了酒吧杀人案件 发生的诱因 造成一起典型的激情杀人案件 其中的警示 发人深邪 一方林长期不学习 也没受到很好的法律调 如果当时他能够 中止自己的犯罪行李 或者是中止自己的违法行李 有点起码的法律常识 就不至于让出这样一个惨案 自己呢 要受到法律的延长 为什么叫这样子发生这样子 这以后 就是 多知两个人 说我表情啊 是吧 其实好表情啊 他是这么老实的 我觉得是不至于呢 为什么叫他 在那发生的这么承诺 毕竟是说 我觉得深邦里 他不至于 我就贵心 他就不至于 因为好表情啊 发生的识 他把我表情啊 打死了 就打死了 是不是呢 犯罪嫌疑人 孙芳林 罪大恶极 法理不容 固然要为自己的冲动 付出沉重的代价 但他给赵某家人 留下的创伤 却是无法弥补的 赵某家人 撕心裂肺般的哭喊声 带着人们的警示 发人深陷 也许对于被害人 赵某而言 如果当时 能心平气和一点 也不至于 照外杀身之后 更不至于 危害到自己的妻子 其实 处理人与人之间的 小事时 矛盾双方 都应该想到这句话 退一步 海阔天空 人一时 风平浪静 这次确实要加大 是为矛盾的划定力 第二方面给我的谨慎 就是 一定要加强 对于重点人员 和高位人员的 稳固工作 应该说 我感觉 像这么一样 也有点心态的失衡 心理的流血 这样也要加强 对这部分人的 教育引导 尤其是心理疏导 避免发生的 像这种惨案 你要说这种 在美国的华盛顿 案件G2连3的发生 犯罪团伙频频交货 死伤无数 在这个繁华的大多事中 杀人案件 正在逐年增加 然而 正当警方全力 打击罪犯之时 罪犯也将矛头对准了警员 一名杀害警员的罪犯 正逍遥法外 于是 警方向FBI求助 试图阻止他 继续行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